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6月21日 德州公共安全廳主任作證 陳述對上個月羅布小學大規模槍擊案的調查情況 結果令人震驚 如果現場指揮官行動得當 警察本可以在三分鐘內擊斃槍手 當天 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的共和黨初選 川普背書的候選人喜憂參半 我們先說共和黨初選情況 有三個州舉行初選決選 受到關注的是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的聯邦參議員提名決選 以及喬治亞州國會第六和第十選區的提名決選 這兩個州都有川普背書的候選人 在阿拉巴馬州 參議院共和黨初選候選人凱蒂·布里特 在5月初選中未能獲得50%的支持 但在川普總統的支持下 他與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眾議員莫·布魯克斯拉開了差距 並且在星期二的決選中獲勝 顯然 川普的支持推動了凱蒂·布里特獲勝 在參議員共和黨初選中 川普最初支持的是布魯克斯 在去年很早就宣布了 但是在今年5月初選前 川普撤銷了對布魯克斯的支持 因為布魯克斯在一次集會上敦促川普支持者 不要再關注2020年總統選舉中的誠信問題 叫他們把這些拋在腦後 前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眾議員布拉·德利·伯恩 跟這兩名競選人都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他曾告誡布里特去見川普總統 在川普收回對布魯克斯的支持後 布里特就一直積極爭取得到川普的背書 伯恩說 布里特和他的人非常精明 他們走到川普的世界 然後說 嘿 你看 你支持的這個人做得不好 這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6月10日 川普發出聲明支持布里特 不過 根據Just the News網站曾報道 這讓川普的許多支持者感到失望 布里特是共和黨參議員 理查德·謝爾比的辦公室主任 謝爾比已經宣布退休 不競選連任 預計布里特將在秋天贏得這個參議員席位 在喬治亞州 星期二舉行了幾場決選 共和黨方面 在國會第六和第十選區 都有川普支持的候選人 因此受到媒體更多的關注 不過 這兩人都失利了 第六選區贏得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 李奇·麥考密克博士 曾經是一名美軍海軍陸戰隊飛行員 在2020年競選時 他得到了川普總統的背書 但是以微弱差距輸給了民主黨人 川普今年沒有繼續支持麥考密克 轉而為律師傑克·埃文斯背書 埃文斯是喬治亞州道德委員會前任主席 在決選前幾週 兩名候選人互相批評對方不夠保守 最後 埃文斯輸給了麥考密克 在喬治亞州第十國會選區 共和黨提名人決選 被一些媒體視為川普與坎普之間的代理人之戰 川普支持前州眾議員弗農·瓊斯 而喬治亞州州長布萊恩·坎普 則支持卡車公司老闆麥克·科林斯 科林斯是前國會議員老科林斯的兒子 第十選區是坎普的大本營 他在這個選區已經生活了幾十年 在州長初選中 坎普在其中幾個縣的得票率高達80% 在決選最後幾天 他為科林斯站台一統競選 瓊斯曾是民主黨人 在2021年1月宣布加入共和黨 在深紅色的第十選區 瓊斯的知名度與影響力都遠不及科林斯 科林斯的父親是國會議員 他本人在2014年就競選該區的國會議員 初選輸給了喬迪·海斯 海斯這次沒有競選連任 轉而挑戰喬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而拉芬斯伯格在初選中得到了民主黨選民的選票 剛剛過半 擊敗了海斯 縱觀喬治亞州共和黨的初選和決選 川普支持的候選人中贏得了副州長 和聯邦參議員提名 其餘的背書包括挑戰現任州長、州務卿、 總檢察長都沒有成功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喬治亞州是建制派的老挝 另一方面 川普的MAGA力量還比較弱 還無法抗衡民主黨人 在5月份喬州初選後 有觀眾留言說 他們投票支持坎普連任州長 這並不說明他們不支持川普 如果川普競選2024 他們會投票給川普 他們之所以選擇坎普 是因為坎普的挑戰者博度 無法在秋天戰勝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 也就是說 作為選民 投出自己這一票 不僅要選出共和黨的提名人 而且還要考慮能否在11月的對決中 戰勝民主黨人 如果讓民主黨人當選為州長 喬州就更慘了 下面 我們來說一下 德州羅布小學大規模槍擊案 根據德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負責人 史蒂夫·麥克勞在州參議院的作證 5月24日 執法部門對烏瓦爾德羅布小學 槍擊事件的反應是一次可悲的失敗 如果不是因為優柔寡斷 警察本可以在三分鐘內擊落槍手 麥克勞說 在槍手進入西走廊三分鐘後 現場已經有足夠多的身穿防彈衣的武裝警察 來隔離 分散和壓制槍手 唯一阻止警察進入111號和112號教室的是 現場指揮官 也就是地區警察局局長 皮特·阿雷東多 麥克勞作證透露出的 第二爆炸性消息是 槍手拉莫斯藏身的教室的門並沒有上鎖 這個說法與阿雷東多的部門 早些時候所說的相矛盾 阿雷東多在一個多小時內瘋狂地尋找鑰匙 已打開四年級教室的門 麥克勞透露 教室的門不能從裡面鎖上 警察不衝進教室因為害怕自己被槍殺 他們讓孩子們和老師等了1小時14分8秒 在他們等待的時候 現場指揮官還等著無線電話機和步槍 等待盾牌 等待特警 最後他們等待著一把根本不需要的鑰匙 麥克勞還說 即使門是鎖著的 警察也有辦法把門打開 但警官還是等了1小時14分鐘才進入教室 在此期間 他們一直聽到槍聲 知道裡面的孩子們被槍擊 至少有一名被槍擊的教師還活著 德克薩斯論壇報查閱了調查人員的執法記錄 和學校的監控錄像後 發表了長篇文章 報導了來自這些記錄和錄像的一些關鍵發現 第一 學校內部的監控錄像顯示 警察沒有試圖打開111和112教室的門 這兩間教室由相鄰的一扇門連結 阿雷東多則告訴論壇報 他試圖打開一扇門 另一群警察試圖打開另一扇門 但這扇門加固了 無法穿透 論壇報查看的視頻中沒有捕捉到這些努力 一些執法官員懷疑這些門是否曾被鎖傷 第二 在執法部門做出反應的頭幾分鐘內 一名警官說 在現場有一種消防工具 是消防人員用來積穿房門的 不過 指揮官沒有使用它 而是等待鑰匙 第三 根據一份執法記錄 在與槍手對峙期間 在學校內的警察 有四個防彈盾牌 在邊防巡邏隊衝進教室擊斃槍手之前58分鐘 第一批警官就到達了學校內 最後一批也是在邊防隊之前30分鐘到達的 第四 多達8名德州公共安全部門的官員 在槍手躲在教室時 曾在不同時間進入教學樓 在看到已經有這麼多警察在那裡後 許多人迅速離開去執行其他任務 包括疏散兒童 至少有一名警官對這些警察 為什麼沒有衝進教室表示困惑和沮喪 但被告知沒有下達這樣做的命令 第五 至少在現場的一些警官似乎認為 阿雷東多是學校內部的負責人 而且有時 阿雷東多似乎在發布命令 比如 命令警官從其他教室疏散學生 這與阿雷東多的說法相矛盾 他說 他不相信自己是執法部門的負責人 那麼 具體來說 學校的攝像機 究竟看到了什麼? 大部分來自學校內部的錄像 是由安置在學校建築 西北入口的廣角攝像頭拍攝的 這也是槍手使用的入口 攝像筒從北面的天花板俯瞰南面 可以看到左邊111和112教室的入口 5月24日上午11點28分 槍手到達校園 11點33分 他走進羅布小學的西北入口 走向左側的兩間教室 在走廊裡用步槍隨意掃射 在這之前 他也撞壞了自己的卡車 並開了幾槍 所以當時學校已經封鎖 走廊裡幾乎沒有人 沒有人被擊中 但是可以看到一個男孩 在走廊東北端的角落裡偷偷張望 顯然是想從附近的衛生間返回教室 那個男孩聽到槍聲就跑開了 德州公共安全部DPS證實 這名男孩沒有受傷 不到一分鐘 槍手就進入了111教室 在錄像中 他似乎沒有碰到鎖著的門 並開始射擊 他曾短暫的走出教室門 然後又回到教室 繼續射擊 在接下來的三分鐘裡 他在一間擠滿了孩子的教室裡 頻繁開槍 在槍聲中 頭三名警察進入學校 兩名來自烏瓦爾德警察局 一名來自學區警隊 所有人都帶著手槍 過了一會 阿雷東多和另外七名警察趕到了現場 槍手先是向離兩間教室最近的三名警察開槍 迫使所有警察退到走廊的兩端 這些警官 包括阿雷東多 在對峙的剩餘時間裡 一直保持在這些位置 從未開過一槍 這期間 阿雷東多用手機撥打了 烏瓦爾德警察局的調度電話 此時 至少有11名警察進入學校 錄像中看到至少兩名警察攜帶步槍 但是 根據德克薩斯論壇報看到的一份文字記錄 阿雷東多告訴調度員他沒有足夠的活力對抗槍手 對峙開始了 槍手在上午11點40分、11點44分 和12點21分 至少有三次開槍 但是警察仍然堅守原地 在接下來的40分鐘裡 更多的警察湧入 四個防彈盾牌被帶入了大樓 但是情況依然如故 當時 進入學校的警察 包括德州公共安全部DPS的官員 他們在中午前進入走廊 那名敦促警察進入教室的DPS官員 離開了走廊去查看別的教室 6分鐘後 就出了一名躲在衛生間裡的學生 另一名進入走廊的警官 是烏瓦爾德市警察局的盧本·魯伊斯 他的妻子是一名教師 給他打了手機 說自己被槍擊 正在大量出血 魯伊斯告訴現場的警察 他說他中槍了 走廊裡的錄像沒有拍到魯伊斯 在學校裡做了什麼 但DPS的一名官員說 魯伊斯很快就被現場的其他警察帶走了 中午12點01分 DPS的官員走回走廊 提出了他的緊急評估 目前的情況要求警員進入教室 這名DPS官員說 這聽起來像是解救人質的情況 他們應該進去 一名警察接著說 你不認為我們應該得到上級的批准嗎 目前還不清楚這名警察是來自市區還是學區 另有警察反駁說 他不是我的上級 於是 這名DPS官員離開去走廊 去救助其他教室的孩子 痛苦的等待還在繼續 該市特警在中午12點10分左右抵達現場 此時 距離槍手進入學校已經半個多小時了 根據記錄 這時 阿雷東多要求一把萬能鑰匙 讓他打開教室的門 大約過了6分鐘 一串鑰匙就到了 阿雷東多開始在另一間教室的門上測試他們 不久 從擠滿學生的教室裡傳來了更多的槍聲 12點38分 阿雷東多試圖與槍手交談 聽到沒有任何回應 他表示 如果準備好了 特警隊可以衝進教室 這時 一把期待已久的萬能用的鑰匙已經找到了 警察們把它塞進了111號房間的門裡 邊境巡邏隊的一個戰術小組衝進來 錄像中只聽到一陣槍聲 在屠殺開始77分鐘後 邊境巡邏隊離開了教室 並且說槍手已經死亡 根據執法專家說 阿雷東多是事件現場的合法指揮官 不過他們不明白阿雷東多為什麼沒有帶上無線通話機 拒絕負責 而且沒有進入教室 那麼 德州公共安全部的警官們 他們來自比地方警察更大的機構 為什麼沒有奪取指揮權 德州州立大學高級執法快速反應訓練中心主任 皮特·布拉爾否認了這種看法 他說 負責的人 應該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最好的瞭解 並且有能力管理所發生事情的人 此外 指揮權的交換是自願的 不能有人走進來說 我要把指揮權奪走 至此 問題的焦點 似乎都集中到了阿雷東多身上 那麼 他是怎麼想的 為什麼會那麼想 其實 德州的槍案 外界一直有人質疑 這是一場警方配合執行的假棋行動 用孩子的生命做代價 從而推動左派的進槍法案 好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按理音樂 按導 動調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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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